金葉別墜花園的業主向你投訴 小居裏頭有個垃圾中轉站 建在住宅旁邊 近到甚麼程度呢? 用業主說話來說 就在落樓就可以見到的了 開窗口就可以聞到的了 蚊蟲多到睡不著的地步 喂,搞甚麼呀? 為甚麼會在住宅旁邊呢? 記者現在就在金葉別墜花園 以翠路F17座的住宅旁邊 記者右手邊就是居民所投訴的垃圾中轉站 我們的鏡頭稍微一轉 就可以見到旁邊已經有一座住宅在這裡 因為兩者之間的距離 只有10到20米之間 而且我們也見到 一個垃圾中轉站 它的大門是面向住住宅的 記者走過來一會 已經是頂不上這個垃圾的宣稱味 但是住在這裏的街坊 已經是忍受這個惡臭環境 忍受了一整四年之長 那當時是甚麼情況呢? 剛起的時候 剛起的時候 有機會居民都不頂起的 但是他們起的氣坊 就敢搶劫下去 我們也要強的要求不頂起 乾燕給他 但是他就搶劫起來了 記者現場見到 中轉站裏面 堆了大堆垃圾 雖然沒有日出到中轉站外 但堆成小山的垃圾 氣味難忍 黑色的污水 順著地面流出來 只要不頂起垃圾 那就是銅鑼 銅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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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敢打開 等於公關道理 管理費 什麼垃圾費 什麼什麼 是沒有一戶是拖的 基本上是按時按用去交 但是現在買來 如果他買了幾毛錢 就買個臭 潘叔住在X7在1樓 是距離衝轉站最近的民居之一 他跟記者介紹 自從有了垃圾站之後 一年四季都不敢打開窗戶 直接是這樣 家裡的小老哥 仍然是免不了蚊釘和咬 兩隻小腿 全部都是蚊爛 為了應對 潘叔只能夠拿出這種秘密武器 這是什麼來的 這是什麼 這是硫黄香 一陣硫黄香 一陣硫黄香 那些是蚊子 那些是蚊子 那些是小人 噢 每天點幾隻 每天點十八隻 一次點兩隻 為什麼要選擇在距離居民樓 那麼近的地方 在垃圾縱轉站 小區物業向記者回覆稱 因為小區沒有其他空地可以見 而近期由於垃圾清雲指標不足 導致小區產生一定的垃圾滞留 但有街坊出示了一份 潘餘區成本局的情況告知燈 裡面表明 這一棟用在垃圾房 以及周邊用在休息室和保安庭的建築 未能提供規劃行政主管部門審批資料 橋南街執法隊 以分別能案處理 不過有街坊表示 這一份情況告知燈 是從5月22日發出的 直到現在仍未見到有明顯的處理進度 對此 潘餘區橋南街道辦法庭通報稱 至1996年 小區開盤以來 社區垃圾的唯一堆放點 一直為現垃圾中轉站設置點 針對垃圾房投訴案件 橋南街綜合執法隊 以折案處理 並做了相關取證工作 後續進展情況 會及時反饋給投訴的居民業主 好了,繼續來關注我們2017 某市領袖下令年情況 正所謂快樂的時間過得特別快 我們下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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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此之下